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頻道 今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音頻對人體的影響 還有會輕輕談對一下 一些跟聲音有關的精神疾病 例如紅音症 內容都非常有趣 就是信不信由你 Cherry 你有沒有聽過紅音症 知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真的沒有聽過 會否跟一些幽閉恐懼症有關 其實完全不同 那有沒有什麼聲音 聽了之後很不舒服 可能有些觸摸聲音很刺耳 很奇怪 有些摺摺聲就會很冷 聽完會很冷 一般人都會對一些很刺耳的聲音 因為是特別敏感的 我自己為了一些 例如我手指刮 都容易令人不舒服 會活動 你所說的這些聲音的音頻 其實大致是 可以介乎2000至5000Hz之間 雖然的確是特別令人聽起來不舒服 不過就未至於會產生精神疾病 因為說到紅音症 其實是連咬東西吃的聲音 喝水的聲音 打字聲 甚至是暗筆的聲音都會害怕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會發現剛剛所說的這些聲音 都是一些高重複性和Quality的聲音 孔音症其實就是 Mysophonia 學名是選擇性聲音敏感 綜合症 Selective Sound Sensitivity Syndrome 通常患病的人 會對一些沒什麼人留意的聲音 反而特別敏感 除了你剛才所說的聲音 還有一些就是 坐車時那個車的行車的聲音 時鐘滴彈滴彈的聲音 甚至下雨的聲音 都會造成一種生活的程式不適 科學家指出 很多人第一次發現自己有紅音症狀的時候 大多數是由9至13歲 並且是女性居多 而紅音症通常會跟隨患者一世 目前也沒有治療的方式可以完全康復 只能夠降低紅音症狀對生活的影響 有研究指出 科學家曾經都用過磁力共振的 腦造影技術 即是FMRI 影低病人的腦內活動 發現剪刀葉皮質在腦內其他部位 引發的活動更多 尤其是掌管長期記憶的情緒區域 聽起來 感覺上會造成一種揮之不去的心理影響 但目前醫學界對於紅音症形成的原因 其實還未確定 有學者認為是心理和生理的因素 共同造成這個症狀的發生 不過因為關於紅音症的研究非常少 所以一般的精神科醫生 見病人相疑功能 聽力亦正常是正常的情況下 紅音症有時被陳定為狂躁症 或強迫症 其實都市人有時或多或少 都有些心理上的疾病 而社會越發達 就越容易衍生出不同的新疾病 紅音症就是屬於這類比較新的精神疾病 而病症的定義亦受到不少爭議 但其實只要不是太嚴重 又不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 基本上就不需要去治療 有時我會想 會否有些紅音症相反的特定音頻 例如你怕那些聲音 會否有某些聲音 你喜歡聽的 聽多些聲音便可以治療到 但紅音症不單止音頻 連rhythm即節奏都很重要 我想如果他不可以聽高重複性的聲音 很多歌都很難聽得入耳 尤其一些玩rap的歌 其實那個backtrack的rhythm 和beat是一樣的 我想他們可能會聽到崩潰 所以旋律豐富又有變化性的歌 才可以令他們心情名乎落地 不過我們始終不是科學家 而這些疾病有這麼新 相信連音樂治療師 都未必可以想到治療的方法 其實也不需要這麼悲觀 目前美國成立了一個孔音症協會 包括提供認知行為治療 和改變生活習慣的內在改善方式 另外還會透過戴耳機和耳塞 減少外來聲音所帶來的影響 其實人體對音頻的確有不同的反應 就算聞到相同也好 每個人的聽覺都有一定的差別 在這裡也順便分享和音痕相關的研究 原來人就算聽自己的聲音 由自己的口說出來 就像現在這樣 跟我們錄影了之後再聽出來 是完全不同的 的確有這個感覺 尤其是初初錄下聽起來 會覺得很不治癒 開頭以為可能是因為有點尷尬 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原來透過這樣聽自己的聲音 才知道別人聽自己發出的聲音 是比較高的 其實是跟聲音的原理有關的 這個同樣是來自美國的研究指出 我們說的聲音會帶動聲帶震動 把聲波透過骨頭和細胞組織 傳遞到腦內 另外聲波會從耳朵進入耳骨膜 再把聲波傳送到腦部 即是說說話的聲音 或者唱歌的時候的聲音 即是同步聽自己的聲音 是要有兩個聲波的管道 而錄音之後所聽到的聲音 即是別人聽到的聲音 只會直接透過耳道接收 照著骨頭和細胞總積能夠產生的低頻率 所以我們的聲音在別人的耳中所聽到的 會比我們自己實際聽到的音頻會更加高更加不同 正如Cherry剛才所說 聽自己的聲音 有時都覺得很不自然 怪怪的 是因為聲音跟我們理想 或者印象中有落差 當中包含了個性和身份的不對稱 覺得聲音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其實有時無論聲音是高是低 都是一種過人的特性 同時美國亦有心理研究自出 比起其他人的聲音 我們比自己想像得更加能夠接受自己的聲音 並且更加覺得有吸引力 而這就叫做隱藏式自我主義 又或者叫做來人式自我膨脹的表演 所以有些人覺得自己的聲音是全世界最好聽的聲音 但其實只不過是人類對自己有關聯的東西 是有潛意識的偏好而已 不過每個人都希望有一把靚聲 同時都想聽美妙的聲音 這個就是真的 不知道我和你的聲音又合不合 觀眾聽 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給個like我們 或者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紅陰症通常會跟隨患者一生 目前亦沒有任何治療方式可以完全幸福 只能降低紅陰症 好 有關封判 隨便都是 有關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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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大車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